在立歌高唱的季节 花莲县私立四维高级中学 在31号是举办了 112年毕业典礼 而县长许正威也亲自出席 一项毕业学子 至上最诚挚的祝福 也其勉持续充实自我 精进学业 成为国家的栋梁 花莲县私立四维高中 在31号一早 举办了112年毕业典礼 320名毕业生齐聚同心堂 在疫情过后 重现了四位传统特赦 四维长 现场贵宾云集 而花莲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到场 给予毕业生们满满祝福与其勉 首先真的非常非常恭喜 我们的毕业班的孩子 要展翅高飞 在展翅高飞 在四维的三年 你做了什么 你学习到了什么 我想这三年 让我们的孩子成长茁壮 无论是生理 无论是心理 无论是在我们的智能 我相信在四维多年的熏陶之下 无论是人格的定型 以及品格的教育 在台湾应该说已经很少奉行三好教育 而四维是天天奉行三好教育 对不对 而今天我们看到了黄董事长 承接的老董事长的慈爱 以及半校的细腻以及用心 更像慈母 更像妈妈 今天典礼从九点开始到现在 全体毕业生 如如不动的全神贯注 具体的展现 四维人的纪律DNA 我们拿出 这么优秀的 这么杰出的 品德 升学 技能的成绩 是因为 我们实现 对四维永远的师父 我的父亲 黄英吉 老董事长的承诺 我们一定会继续 带好所有来四维 与我们有缘的孩子 抬头挺胸 在社会上 被人肯定 被人接纳 毕业歌声响起 同学们也向自己的高中生涯 这次告别 场面温馨 让人看得潮鼻酸 而毕业生们 也满在师长的祝福 勇敢航向人生的 另一段旅程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